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神殿 由于喜喜中的神殿 重新诠释经典名歌拜访春天 名歌手诗笑容的音乐伴奏 全是自闭症心儿音乐家 在语言或者其他的表达上面 似乎有他们一些独到的方式 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 他们那个专注度 还有整个对音乐的敏锐性 那个其实是我们这些人 没有办法达到的 我是个早产儿也是个新儿 但是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太专心 在音乐领域上的学习 而疏于拓展周遭的人际关系 王荣坚天生音感极佳 有新儿界周杰伦的称号 从小开始学音乐 大学音乐系毕业后 和其他自闭症并有一样 有语言表达问题 因此母亲积极想办法 找来其他新儿一起组乐团 也不知道怎么 还有没有力气帮助这些孩子 帮助自己的孩子 刚开始当然是这么想 后来我想很久 我觉得我在带这些孩子的辛苦 我想说我用人生最后的一里路 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就成立了非常音乐家乐团 为了这些孩子找机会 他必须要克服自己的困难 然后巩固自己的心情 意志坚定 就为了要孩子更远 走更远 找出表演的机会 音乐会为自闭症 并有找到人生新舞台 发挥长才 也为他们打开一扇 通往职场的就业大门 大爱新闻梁家明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